欢迎收听今集的最慢消息,大家好,我是漫游者 下个星期就到动漫节了 动漫节和我都没有了很多关系 先不要说我已经不在香港 即使我在香港的过去两三年,我应该不是每年都会入场那种 可能三四年,未必两三年那么少 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整个社会不同了 但更重要的是动漫节本身也不同了 很多事情都没有以往那么吸引 今年最吸引的当然是Benz 好像说Benz有这个摊位 你买够东西的或者走到累了,可以买一部Benz走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 其实这个动漫节讨论或者谈得最多的 就是关于Cosplay的话题 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女性Cosplayer的所谓建议 包括穿着露出空暴下,即是不要露蓝半球的服装 如果有需要可以用假球 不要穿着可以透视或者直接看到内衣服的服装 下着如果太短或者是蹲下或者坐下的时候 可能会被人看到内裤的话 请穿着短裤或者施密裤 腿部露出太多几肤的话 建议穿上施密或者密裤 如果露出度比较高的服装 建议在飞泊涉时用外套遮蓋 而对男Cosplayer就没有上半身的限制 而下半身的服装覆蓋范围需要大于三角斧 理由是梁忠本子,梁忠本好像是大会的额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会场内有一家大小 所以希望入场的依着可以大劳一点 当然有很多人拿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其实大家都有他们各自的观点 我稍微利益申报一下 因为利益申报了也不等于说得有道理 只不过是说一下我自己的立场 我在动漫节里面很少留意Crosplayer 尤其特别少留意女Crosa 畢竟作为一个男人眼睛睛看着 很容易被人误会 我又不想产生相关的误会 无论她穿多或少也好 我唯一对自己穿得比较清凉的女Crosa 隔了这么多年还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有一年是扮演奥帕文的女Crosa 因为奥帕文是我的童年很喜欢的卡通人物 所以竟然旅体化了她 然后又把机械人变成人 真正的耳人化 我觉得那个印象也挺深的 但除此之外 其实我已经很少有一些 关于性感或者穿得很清凉 或者暴露的女Crosa 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我有记忆了 但是动漫节当然有很多人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动漫节说到这样似乎是 她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保障女Crosa 你看到她的保障 她说得很清楚 只是因为会场里面有一家大小 所以希望穿得更大 这个不是为了保障Crosa 不要被其他人侵犯 我觉得这是重点 不过她用什么方法 建议或限制你 因为她在这里分别是 包含建议及限制 限制当然就是 不要露蓝半球 不要直接看到Under 或BRA的服装 我不太知道她说如果下着太短 或者如果蹲下或坐下 可能被人看到内裤 请穿穿安全裤或私密裤 这是限制还是建议 如果限制的话 即是入场的时候 可能要查一下 因为如果直接看到内衣服的服装 那是直接看到的 是不是直接露出蓝半球 那都可以立即看到 但是如果你是说下着 在蹲下或坐下 有机会看到你的Under 那你就要查一下 查完才可以进去 再对下一晚步 这么说 即使是蓝半球 如果她用假看 你是不是要先拿一下 如果她的蓝半球真的很真 即是假的 假的 假球真的很真 那是不是也要查一下 那 浓了空的 又算不算是假球呢 那如果我是浓了空 但是我又露了蓝半球 那我当是犯规 还是我也是用假看 那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如果露出度比较高的服装 建议在拍摄的时候用外套遮遮 但是如果用她上述的那些说法 又不可以露蓝半球 又不可以 如果在蹲下会看到底裤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露出度比较高 露出手臂就不会当露出度比较高 那所以另外就是说如果腿部露出太多肌虎的话 建议穿上施物或者密库 那这个似乎是一个建议 所以后两个就不是规矩 不是规定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如果她是露波那 露波那又算不算呢 因为她是不准露蓝半球 那如果露波那或者大量的上半球 即是不露蓝半球 不露蓝半球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她不是Corsair的话 那有人可以穿得很清凉 你是不能限制她穿得很清凉 那其实她是没有办法 令到全场都没有这些人 是吧 有些人喜欢穿小背心 紧身小背心 而她可能身材都相当效好 那是不是不让她入场呢 那我想对女性的这些建议 或者规限的话 首先她本身不是保障 第一她出发点是有问题 如果是因为之前在其他的Corsair活动 看到有人穿得比较清凉 或者所谓的暴露 而令他们受到不好的待遇 那我觉得理由比较道德 如果只是保障你的其他参加者 那我觉得有些暴露 不过动漫展暴露 就不是今天的事 另外就是 因为动漫展骂 Corsair很多时候都是还原 那个角色 那是不是 那在限制露出和还原之间 究竟如何可以掌握到平衡呢 如果那个角色真的露出度相对比较高 例如说QQ 当然不是说水手服 那究竟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如果那个人是完全不想被人看到 他当然会穿得比较谨慎 那些建议是不需要你去提议 他都会懂得做的 例如我去Corsair这个变态 sorry 变态超人 究极变态超人 那我当然不会只穿得像波叔 我一定会穿一件全打底浴色 那些浴色的紧身衣服 然后再加那条底腕 然后再套裙面具 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的还原 如果到时你看到我这样走 你以为我露出很多的话 那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就是我不知道女性怎么看 那如果 那为什么男性可以上半身不切限制 但是女性就要这么多限制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跟社会的 道德层面有关系 就是暂时的道德标准有关系 但是是不是必须要同意这种 道德标准呢 这个是可以谈的 那我见到好像 那些新闻 其实就算 梁忠本就说 这个不是大会的决定 而是负责Cross Pay的团体 集合了一些Cross Pay的建议 得出的一些指引 那这个当然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因为你想想 如果他们的建议不是这样 你猜大会会不会通过 你梁忠本怎么都会知道 即使你不需要参与 因为你这么高层 但是你都会知道 在负责决定这个执行程度 去到哪里的时候 动漫节的大会 是有绝对的华视权的 那帮负责Cross Pay的团体 再资深也好 他可能真的是一个顾问 或者是对你负责任 简单来说 要给一些意见 你对你负责任 那我又觉得 不要赶紧 既然是你们大会决定 就是大会决定 不需要顾左右而言他 你反正反正说 你也不怕被人负责 那有什么所谓 反而把这个责任说 是因为有些 你说到好像 我们不是你们 因为是资深Cross Pay 负责的团体去做 但是说到尾都是你通过的 没有必要推 Cross Pay那边好像有两种表态 就是有两种态度 第一就是觉得都是OK的 这些都是合理的说法 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 出发点不一样 即使是相同的条件 看上去的观感都会不一样 他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你 只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不要有任何之后的投诉 风险 我觉得不是波 第二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是OK的 但是也有一些 可能年轻一点 我看报纸 我没有特别说 但是有些好像说 因为他会用中学训道 很多限制 成年人很少会用中学训道 来做一种指标 所以我怀疑那些可能是年轻一点 就说太多限制 好像中学训道 所以也不会再玩得开心 或者是不会来 当然反过来梁终盘就说 因为这样反而大家可能会开心一点 那我这个是 在COSPLAYER方面 似乎是有两边的看法 那我作为真的很唐边可 甚至乎不是任何玩COSPLAY的人 甚至乎连看也不太看 那我觉得他们内部 这个界别的人也会有些争议 当然我看到有很多 我的同温层也会有不少 都觉得这种限制是很bullshit 我猜他们的看法是比较直观一点 就是因为所有限制都会觉得是无不合理 尤其是大家都身在香港的话 很容易把限制就等于暴政 比较容易拉上一种关联 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 不让露出 好像就是在压抑一些道德 好像透过道德去压抑人的表现 或者是呈现 这种推移广之 好像会说到 如果你同意这一次的限制 以后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同意限制 当然也不一定 最重要是内容究竟是否合理 所以接下来 我看见很多 例如千与千尋的黑色 凹着整个头的鬼 或者是咸超 或者是拉打 来做例子 包到全身都嵌了 就最好了 而昨天看到有人分享了一个 扮了LEGO蜘蛛盒 你知道LEGO是怎样 LEGO人的形状 接下来他的凹着就是 这个可以入得动漫字了 其实COSPAY本来就有很多种 我见过有 刚才有提过 就是女体化 人耳人化的 奥帕文 有些很性感的角色 其实我不太懂 那些角色 譬如我见过很多年 当然近几年 我没有怎么去 所以我没有留意到 而且动漫字很难 尤其是遇到一个人 但是就是扮了 这个消防员的故事 里面的大悟 的COSA 我还很记得 有个可以扮 这个超爽要塞 自己变回了 那部飞机的COSA DEO JOJO的DEO 那个鬼仔 其实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 性感只是COSPAY的其中一个形态 因为COS的角色是性感 所以 但是好像将 现在很容易想起COSPAY 就等于性感 就等于好色 再加上狗公 这条模式就很厉害了 但是千万 我想 玩COSPAY的朋友 应该是 除非是一些 纯粹追求热门 想被人拍照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 但是其他那些就是因为爱 因为你很喜欢的角色 你很想把自己都变成他 我觉得这种状态下 最重要的是两个字 还原 而如果还原了 我觉得如果不是规则 而是建议 比如建议不要露出空暴 即是南半球 建议不要透视 或者直接看到内衣库 建议下穿太短 就穿安全褲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也跟一些 例如动肺的女主持有说过 你穿所谓的打底褲 跟你穿内褲 其实对于看东西的人 可能真的没有分别 对于他来说 他就是看到你的裙子 或者是你的外服 里面的那条褲 对于我来说 就是你的底褲 有什么分别呢 另外有很多我看到的 在我Facebook朋友里面 有些同温层 对蓝网友的一些反应 这个态度都挺 挺武断的 反对这些规矩的都是因为 这些都是狗公来的 我用一个简单的词 都是狗公来的 直男混蛋 但是这个有些武断的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其中 反对这种规范 是他们觉得 他们可能都知道 或者正如我所说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 不同形式的cost pay 那为什么唯独这种要限制呢 那是不是just because 他露出呢 那你们决定露出 是应该由你们去决定 不是被人去决定 我想这种是出自于 你可能觉得他很可爱 但是可能因为他是男人 所以你觉得他纯粹是看东西 但是他也可以纯粹是 为了觉得你的身体 你决定去cost pay 还原一个角色 由你去决定 怎样为止还原得最美 如果你认为装架狗 是比较漂亮的 那你就装 如果你认为不是 因为你本身都 你的波露也好 或者你的身材也好 那你想减少去加装其他假的东西 已经可以足够呈现到 原本的角色的自由 应该是在你手 我觉得太容易陷入两性的矛盾 我们可以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我反对这些 假设我反对这些五项的建议 我就一定是咸辑的 这个是很武断 是吧 另外当然也有人会引述 譬如台湾 日本的cost pay活动 都有这些条例 而且可能更严格 香港也不算很夸张 所以不要小提大做 我会这样看的 不用一定每次都说 因为别人是这样做 就等于是一定合理 我不是说日本或者台湾 这样做就必然不合理 但是他们这样做 不因为他们的动漫画 或者cosplay的风气 比香港可能成熟 的话就等于他们做的 一定对 不用每一样东西都说 日本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成为了世界的指标 日本很多东西都不成为世界的指标 当然它有很多东西是世界顶尖的 尤其是动漫画 它的同人文化可能也很成熟 但是一些场馆的规限 这个涉及到管理文化 日本的管理文化 是不是必然是在世界上的顶尖 大家都应该有讨论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代不代表日本是这样搞 或者台湾是这样搞 我们都没有去到这样的尺度 就等于香港这次动漫节的要求是合理 这个也是一个点 你看到我很多东西都没有答案 事实上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答案 我何必一定要硬冤出答案 对于我来说 我唯一比较重视的是 他们的出发点 其实只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cosplay的安全 或者任何风险 诸如此类 而是纯粹为了自己 你不要乱惹 另外去到 而且 比如 比如 动漫节的showgirl 很多都是短裙的 很多都是短裙的 那为什么 或者 比如我刚才有提过 就是如果入场的人 穿得很清凉 那为什么 反而只是cosplay限制呢 我觉得对cosplay的限制 多少都还是反映了 虽然整个社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始终对cosplay好像有一种很繁艳 很古灵精怪 标其立义 那种标签态度在内 我自己觉得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些比较度家的想法 或者是佛家的想法 就是当我都不觉得它是什么很大的事 它自然不是很大的事 那你就好像很自然 不需要说 我也是为了做节目 才肯定找一些题目来说 而我本身对这件事 我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看法 但是我比较倾向的是 如果女性想保护自己的话 她会选择一些方法去保护自己 即使她出了比较多的角色 她都可以有办法保护自己 这些事情她可以选择 或者她可以做得到 而不是你不限制的话 那些选择就不会出现 没有的 假球是继续存在的 如果她要出一个露出籃半球的角色 她可以找到假球去做 不是因为你不建议就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对 大体上我偏向的限制是有些不合理的 而那种不合理不是因为她的建议不合理 而是她的出发点不合理之余 她没有考虑到其他的 好像只是为了考虑一家大小要合家宽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 没有做到costpay 或者没有配合到costpay 原本可以做得到的一些态度 那大约是这样 今天的最晚消息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